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 Skash当中常见的一些其他操作 我们先新建文档 例如说我们现在需要对我们的画布进行放大 如果放大呢 我们现在先打开一个文档吧 先重新的再新建一个其他的文档 例如说我们现在打开一个普通的一个画布文档 当我打开一个文件之后 我们经常需要对画布进行放大操作 对不对 那放大如何放大呢 缩小又如何缩小呢 好 那么在Skash当中放大缩小 第一个方法就是直接在工具箱当中 有一个放大缩小这两个按钮 你可以点击这个就可以缩小 点击这个加号就可以进行放大 这是最普遍的形式 但是呢 这个操作一般不专意 为什么不专意 因为这样的话 它放大是默认的放大效果 我们要想局部放大 怎么办呢 好局部放大 我们可以按住键盘上的command键 按住command键之后呢 我们可以滚动 哪个是command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键盘吧 我们先找一个键盘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有个键盘 所谓command键就是这个键 这个就是command键啊 我们可以按这个键 直接滚动放大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按着不放 然后呢 在鼠标上方往前滚动 就放大 往后滚动 就缩小 这就是我们skate当中 放大缩小 最普遍的形式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可以局部放大 如何局部放大呢 直接按住键盘上的z键 按住z不放 按住z不放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 画一个选框 这样去放大 也是可以的 两个方法 一个是按住command键 然后滚动 放大 然后呢 滚动缩小 也可以直接按住z键 不放 然后呢局部进行放大 画一个圈圈 对吧 好 来写一下笔记 好 我们来写笔记啊 然后放大 与缩小 那么放大 有缩小 如何放大呢 好 首先方法一 方法一 我们可以直接在skate上方啊 有这样一个按钮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按钮 滚 直接加号 减号 就可以进行放大缩小了 选择对应的 加号 或减号 进行放大 与缩小 方法二 方法二是什么呢 方法二我们可以直接按住什么键呢 按住command键 按住 按住 然后呢 向前 滚动 然后呢 是什么呢 放大 然后向后滚动呢 缩小 这就是我们的两种方法 那么还有一种形式是局部放大 局部放大 那么当然没有局部缩小 只有局部放大 那么局部放大 这个又是出货操作的呢 局部放大 按住Z键 然后呢 绘制选区 放大 这就是我们放大 当然在我们放大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情况下会按住空格键 变成抓手 然后进行移动我们的画布 按住空格键 变成抓手 移动我们的画布 移动画布 移动画布的话 我们需要按住什么键呢 空格键 拖拽即可 这个跟PS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skate当中放大 与缩小 以及我们的移动画布的方法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再给大家去讲一下 我们 画版的新建的方法 在我们设计UI的时候 我们经常需要设计N多个界面 那么 假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先打开一个文档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 我们刚刚打开那个文档 是谁呢 是 这个 你会发现 我在这里面呢 有四个画板 有四个画板 可以移动一下 在这里 看一下啊 大家注意这里面有四个画板 现在把这个画板移动一下 这里面组 需要把它给选好 好 再移动一下 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先移动不来 我们来看 这里面有四个页面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在做一套完整的APP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页面可能会更多 甚至几百个页面都有 那这个时候 例如说 我想去新建N多画板 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就直接通过我们的slash 我先新建空白文档 这个时候这个空白文档 里面啥都没有 一个画板都没有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插入 在这里面找到画板 快键是A 快键是A 当我点 点击之后呢 在右侧会弹出这样一个窗口 我们在 不管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随便的拖拽 这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画板 这个就是画板 这不是矩形啊 这个不是矩形 这是画板 我们可以在这个画板里面画东西 例如说我们现在画一个 矩形或圆形 那我这个矩形和圆形 它是始终是 在这个画板之内进行操作的 它不会 它不会说显示在外面去 这就是画板的一个作用 那当然 我们刚刚是选择A的时候呢 我是拖拽的 随便的画了一个自由的画板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A 在右侧当中 这里面分了N多个组 也就是说我们这是我们设计的各种类型吧 这里面是我们的移动设备 例如说iPhone7 iPhone7 Plus 那这个是我一点击 在我们的画板当中 就页面当中啊 就多了一个iPhone7的一个画板 那我们还可以继续按快键A 我再点一下iPhone7 Plus 它在旁边又多了一个 同样再按A 再点一下 再按A 再点一下 它可以 反复的按A 反复的点击 它可以产生N多个画板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画板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作用 真正的一个作用 我们可以建很多个 同样的我们建好之后 我们还可以选择这些画板 删除 删除 那当我点A的时候 这里面是各种设备 比如说iPhone的 然后iPhone 还有Apple Watch等等啊 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桌面 高清桌面 1440乘1024的 还有普通的桌面 1024乘1024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尺寸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 安卓的一些设备的一些尺寸 我们可以选择点击 创建 在这里还有iOS的一些图标 点一下 这是iOS图标的大小 对不对 再按一下A 再去点击 它可以新建N多个 N多个 这是每一个都是不同的大小 118 然后58乘以58的 然后这个呢 是180乘以180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是iOS图标的 还有安卓的图标的 安卓图标一套 你看一套 一点击就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啊 非常方便 然后再点一下Mac的 你看一下就出来这么多 对不对 但是前提是你要把它给收起来 你不要单独点击一个 而点击整个 点击整个 这个时候安卓的这个图标 安卓的图标尺寸全部排过来了 有顺序的排过来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还有Mac的这个尺寸 什么16乘以16的 32乘以32 一直到1024乘以14的 我点下这个名字 一下就出来了 为什么很多UI设计师喜欢用这款软件 其实原因就在这里啊 它非常非常方便 也非常人性化 还有TVOS就是电视的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尺寸 什么A4啊 A5啊 A6啊 等等这些纸张 那我们用的更多的可能就是我们的 啊 iPhone啊 还有这个Android啊 Android的尺寸呢 啊 还有这个IOS图标 还有Android的图标 这都是我们常见的 常用的啊 我就点击一个 先建一个吧 苹果的 苹果的设计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新建了一个画板 给大家写一下画板工具 在这里有个画板 画板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给大家去赘述一下 做一个简单的赘述 画板是在设计UI界面时最常用的页面工具 例如 设计 设计 设计APP时 有很多个页面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需要的尺寸 类型创建 在slash当中 在slash当中 在slash中 一个文档可以创建 无数个啊 可以说是无数个页面 无数个页面 当然也就是说 你这个APP有100个页面 它都可以满足你 而且文档也不会太大 但是ps就不一样 如果ps 创建一个文件里面 创建N多个页面的话 你的文档会非常非常的卡 这就是这个软件 为什么说是轻量 轻量级的一个设计软件的原因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创建很多个页面 那么它有个特点 它有个特点 它的特点就是 在对应的页面中 应该在选择的 中绘制的任何图形 都会自动到对应的 到对应的这个形状 对应的这个画板中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选择slash的时候 如果说我这里面创建N多个页面 创建个三个吧 那在创建三个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我现在画一个矩形 我这个矩形添冲一个红色 那这个时候它这个矩形就自动 创建到这个画板当中了 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这个画板 那你再次选择 选择画一个形状的时候 它会自动把这个圆形 画到这个里面去 画到这个里面去 大家注意到 对不对 如果说你选择的是这个画板 那你再选择 我们的这个这个形状的时候 画出来的这个形状 它也会到这个里面去 对不对 会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老师能够跨文件拿过来吗 可以的 Sky是非常人性化 你想怎么移就怎么移 你跨页面移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你要抄到这外面 它是拿不出去的 抄出这个页面 其他的地方 它是拿不出去的 但一旦这边有页面 它是可以拿过来的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它可以跨画部进行移动元素 可以跨画板移动元素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绘制画板的方法是什么呢 它的方法就是直接选择画板工具 选择插入画板 点击对应的类型即可 快键是A 这个用的也比较多 这个快键也需要大家去 一定要去记住 你要想新建画板 就直接按A键 按A之后 大家注意 按A之后呢 我们选择A之后 它会自动在这里面创建 创建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画板工具的一个 相应的一个操作